新闻铺天盖地的袭来 报纸刊登的信息越来越模糊 有人说两个女孩是被少年亲手推下去的 我沉默着接过警察递过来的密封袋 手机屏幕上的少年依旧18岁 我攥紧拳头 眼睛死死地盯着裹着粉色浴巾的被救者 他们身体颤抖 眼神刻意避开了我的视线 我架起摄像机 把镜头对准落水的女孩 你们有什么想对救你们的男孩说的吗 我的牙齿在发抖 手心冰凉的快要结冰 头发急尖的女孩一把打掉了我的摄像机 二腕的摄像机镜头边缘裂开了一道缝隙 拍什么拍啊 没看到我刚刚从水里出来吗 你懂不懂什么是个人隐私啊 另一个矮个子的女孩附和道 真晦气 为什么要把镜头对准人家的胸部 我沉默地望着平静的河面 就好像看到了不善言语的儿子 在筋疲力尽的挣扎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被挤到了最外围 女孩刻意压低的嘟囊声 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又不是我们让她救的我回过头 妄想把两个女孩的背影盯出一个窟窿 我的言言一向乖巧 怎么可能在零下十度的天气来河边滑冰 他们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我的眼睛越来越酸 言哥 这件事情该怎么报道呢 我麻木地坐在工位上 听着空调的吹风声 说实话两天后 报刊登出了文章 少年舍命就白眼狼的白色大字 用了红色加粗 隔天 手机屏幕亮了右面 女孩的账号在软件上开了直播 是那个朴姓男想约我们去酒吧 我们不去 他就把我们推进了水里 女孩脸上浇滴滴的眼泪 引得评论区里的人一片关心 哇 恶臭男罪有应得 小姐姐受苦了 有些男保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我评论了一句 能不能说实话 这句评论很快的被刷到了最底端 没有激起任何浪花 报社刊登的文章一炮而红 因为这则新闻 我一跃成为报社副主编 我坐在儿子的床上 抚摸着他的相框 痴嫩的儿子脸上挂着暖暖的笑 儿子的微信密码是他的生日 我试了好几遍才打开 我颤抖着手指 滑动着儿子的聊天记录 他溺死当天 粉色头像发了一句话 不想你的秘密 被所有人都知道的话 就来柳河边 我把你想要的东西 交给你儿子的消息 再发过去时 已经是红色感叹号了 我进了粉色头像的朋友圈 只有一条横线 我呼吸一致 拳头狠狠地砸向了墙面 在报案以后 警察很快就查到了粉色头像 是落水的女孩其中之一 女孩叫柳如烟 她一口咬定 是儿子早恋的事情 被她撞见了 并且拍了照片 在柳河边 她把照片还给了儿子 儿子报复他们 于是把他们推进了河里 我忍不住想要冲进审讯室 警察又问 那炎炎是怎么掉进水里的 柳如烟理了李刘海 一脸不屑 失足背 她推我下去的时候 我拉了她一把 警察叔叔 我这可是本能反应 由于没有聊天记录和监控 所有的事情 都只能从柳如烟口中的出来 从警察局出来后 下了一场大雨 我失魂落魄地 坐在花坛的台阶上 听着手机里 儿子生前留下来的语音条 听到最后一句 爸爸来河边接我 我的手机摔在了地上 要是我早点去 我的炎炎就不会掉进水里 大雨倾盆而下 我慢慢地把掉进水坑的手机 捡了起来 用衣角擦干手机上的水渍 头顶忽而多了一片阴影 同学 手机可以给我用下吗 我给妈妈打电话 熟悉的声音贯穿耳膜 我疼得站起身来 瞳孔里 儿子那张稚嫩的脸 默然放大 炎炎 你没死 我这是在做梦吗 炎炎被我吓得后退了几步 把伞摔在了地上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会死 我一把把儿子抱进怀里 眼泪撒进儿子颈窝 你都不知道爸爸有多想你 炎炎大力推开了我 把歪了的眼镜挂回鼻梁上 弯腰捡起雨伞 尽管害怕 但还是把伞撑在了我头顶 你开什么玩笑 手机界不见 不借我走了 炎炎怎么会不认识我 我举起手机 黑瓶里映出了一张年轻的脸 俨然不过十几岁的样子 一股浓烈的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我激动地握住炎炎的手 老天有眼 给我机会让我重新见到儿子 走 儿子 跟爸回家 这学咱不上了 咱们转学 炎炎皱起眉毛 使劲甩我的手 谁是你儿子 你这人 有毛病吧 是啊 我变成了年轻时候的样子 儿子根本不认识我 我冷静下来 把手机递给炎炎 给 密码是你的生日 炎炎眼里 声腾起复杂的情绪 她嘴唇抿成了一条缝 手指紧紧攥着雨伞的伞柄 你 你这变态说完 炎炎转身跑进了雨里 我大声叮嘱着她 跑慢点 注意安全 炎炎一个亮枪 跌进了水里 又飞快地爬起来 消失在路口 我捏着手机 在原地回味着炎炎脸上的表情和动作 有羽毛在轻轻骚动心脏 留下酥酥麻麻的感觉 一声闷雷响彻半边天 我后知后觉地开始回想起炎炎刚刚说的话 炎炎是想给她妈妈打电话 心脏飞快跳动 我经得站不稳脚跟 炎炎的妈妈 在炎炎出生后不久就死了 我顶着大雨 失魂落魄地跑回了家里 就小区地楼到口里 歪歪斜斜地停着自行车 我推开自行车上了楼道 站在了自家的门口 本应该放着钥匙的地毯底下 空空如也 我摸遍全身的口袋 也没有找到钥匙 我焦急地拍打着家里的铁门 炎炎 你开门 开门房间里有拖鞋擦过地板的声音 很快 一个陌生女人打开了房道门里面的木门 我吃惊地合不拢嘴 陌生女人笑得很慈祥 炎炎 你同学我木讷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 陌生女人身后 走过来熟悉的身影 40岁的我揽着陌生女人的肩膀 看我也像看一个陌生人 我后背一量 这个时空 竟然同时存在两个我 你 你是严重案 你认识我 40岁的我脸色一僵 然后又恢复正常 你看过我的报道吧 我是一名记者哦 你要是有新闻可以提供给我 有奖励拿 我嘴角抽搐 心脏一惊 40岁的我竟然不认识我年轻时候的模样 她根本就是假冒的 我才是炎炎的爸爸 爸 是谁呀 炎炎 你听我说 这两个人是骗子 我才是你爸爸 你别相信他们炎炎站在这对夫妻身后 三个人脸上同样浮起震惊的表情 你 你怎么还跟到我家里了 我不认识你 快滚炎炎不耐烦地皱起眉毛 做事去关门 我急不可耐地用手抵着木门 火气蹭地冒了上来 你这孩子 怎么跟爸爸说话呢 我都说了这两个人是假的 你怎么不信呢 你快出来 别被他们骗了 我着急地把手伸进去拉炎炎的手 40岁的我挡在炎炎身前 她嘴角诡异地扬起 眼睛里燃起一道紫色的光 我才是炎炎的爸爸 你没事的话 就先走吧 我看我儿子不是很欢迎你的样子 我胆战心惊地望着眼前 这个16年后的自己 哆嗦着往后退 门烹的一声和上网 任凭我再怎么拍打 也没有人应声 我站在二楼的窗口 遥遥地望着窗户里 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 一道眼泪滑落脸颊 只要儿子好好活着就好 窗户被人拉紧 一道影子站在窗户边 手举着一把刀 用力砍下 他面前挨他一个头的人影 应声倒地 我的炎炎 我惊呼一声 飞快地冲进二楼 用脚用力地踹着防盗门 开门啊 把门开开 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接连亮起 邻居纷纷探出头来 小点声 别扰明我手足无措地 指着二零一的大门 我儿子在里面 他 他有危险 我要去救他 你儿子 你这小伙子真是糊涂了 你还穿着校服 哪里会有儿子 再说 你说这是你家 你怎么没要事 我低头一看 白天好端端穿在身上的蓝色陈衣 已经变成了浅灰色校服 我 我要是不见了 快走吧 快走吧 我没有儿子 我是谁 那我是谁 我抓狂地揉捏着身上的校服 有人伸出手 指向我胸口的校牌 这不是写着吗 灵水一中 高二三班 柳随柳随 头顶的灯亮了右面 我摘下胸口的校牌 狠狠钻在手心 别针的针尖扎进了手掌 鲜血顺着指缝滴落 不管我是谁 我都要保护好我儿子 我在楼道里的杂货堆上 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 我被人一脚踹行 起来 我要去卖废品了 我揉着胡满泪的眼睛 走到了楼梯口 二楼拉下了一道人影 妍妍的身影漠然出现 儿 不 妍妍 你没事吧 你爸爸有没有把你怎么样 妍妍眼睛底下 包裹着一层黑眼圈 她疲惫地掀起眼皮 看向我 是你啊 柳随 我爸又逼我做了一晚上的化学诗卷 什么天才少年 不过是笨鸟先飞的假象霸了 妍妍全然忘记了昨日我的封边 开始抱怨起那个冒充我的人 我见缝插针 你离开她吧 从那里逃出来 他们会害了你的我和妍妍 并肩走在日光下 二楼还没有被阳光照到 阴影下 男人拉开了窗帘 目光阴森地盯着我 我毫不示弱地蹬了回去 被妍妍一把拉走了 别理她 她就是个疯子 我跟在炎炎身后喃喃自语 对 她是疯子 离开她 我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 我不认识这个柳随 但她和儿子的关系一定不错 儿子骑自行车载着我 一路念叨着省里的化学比赛 我爸要我参加市里的化学比赛 说是只要我考上第一 他就把我蹬在报纸的第一版 我摸着儿子校服一百下 瘦骨凌寻的背 托起他儿子肩上沉重的书包 你化学成绩不出众 你爸怎么会让你参加那个比赛 儿子的成绩一直是重规重矩的 更别提什么天才少年 和他沾不上一点边 我爸望子成龙吧 我心底一沉 报纸的第一版哪里是那么好上的 要知道 像当初儿子舍身就白眼狼这样 引起社会轰动的新闻 才有资格登上板头 到了 柳随 我去停车 你在这等我 儿子的背影像片树叶 一阵风都能将他拍在地上 我心脏骤然缩紧 快步跟了上去 在离炎炎几步远的地方 有两个人围了上来 学霸 晚上放学给我补补数学呗 我考试不及格 会被我爸打死的 是啊 学霸 我们可以付学费的 短裙底下 白色的大腿跟一晃而过 是落水的那两个人渣 儿子的命就是被这个人渣给害死的 我咬着牙 怒火攻心 滚 婊子 柳随 你别给脸不要脸 柳如烟脸上一阵尴尬 我冷冷地出生 离我远点 不然 我也会打死你的 走吧 走吧 学霸生气了 矮个子女生扯着柳如烟的袖子 眼神躲闪 我挑眉 眼神自上而下地打量着她 哦 还有你 你怎么付费 要不要我帮你宣传宣传 给你找点生意 矮个子女生举起手 想往我脸上甩 柳随 你别不知好歹 我一想到眼前这两个人 在我儿子死后直播里捞钱的嘴脸 身上就像有虫子在爬 恶心地浑身刺脑 我用两根手指捏住她扬起的胳膊 失笑出声 婊子 还立牌坊说罢 我抬眼望向他们身后 闫燕站在停车的地方 眼神冷漠 两个女生背对着她 她看不清女孩的脸 只看得到 我带着笑意的面孔 我放下矮个子的手 推开他们走向闫燕 闫燕站在车棚底下 眼底的光忽明忽暗 柳随 你别跟他们走太近 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知道害我儿子丢掉生命的人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嘴脸呢 我大手揽过儿子的肩 走向教学楼 因为一头扎进报社里 忙于搜寻大大小小的新闻 已经没有和儿子这样亲密的接触了 我懊恼地红了眼眶 这一幕落进了柳如燕举起的手机里 我默然一起柳如燕在警察局里说的话 她拍下了儿子早恋的照片 闫燕低头看着地板 嘴里背诵着化学公式 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单纯的儿子 哪里有那么多复杂的心思 我停了下来 对着柳如燕的镜头伸出中指 柳如燕刷地收回了手机 我叫住了独自往前走的闫燕 闫燕 要是有人给你发消息 约你去河边 你一定要告诉我 一定 闫燕茫然地点了点头 我追上了儿子的步伐 想到儿子被水泡得发白的脸 又赶忙加了一句 我们去学游泳 炎炎停下了脚步 他笑嘻嘻地看着我 柳隋 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你难道不知道 我一直都会游泳吗 儿子的成绩出奇地好 校园光荣榜上 还挂着他的名字 我心底拧起冰霜 儿子并不聪明 这样的成绩 是那个假冒我的人 日日夜夜逼出来的 我自告奋勇地 成了儿子的同桌 给儿子打水送零食 在课间给儿子揉肩捏背 新一轮的成绩单发了下来 炎炎的名字稳居第一 甩开第二名二十分 看着儿子布满红血丝的眼珠 我心疼得要命 我爸看到了 一定很开心 对了 柳隋 这里没有你的成绩 炎炎枯瘦的手指 从成绩单上的名字 一路滑落 最后放在了表单的第二页 我忘了 你没有来考试 炎炎跳跃着火苗的兴奋眼神 逐渐暗淡 他苦笑着 把成绩单放回了讲桌上 要是你来考试的话 第一就不是我了 我抓起炎炎的手 替他把中纸上 因为写字摸起的茧子 一点一点搓平 请到深处 脱口而出 儿子 你永远是我心里的第一名 炎炎意外的没有生气 他撇了撇嘴 把这当成一句玩笑话 真把我当儿子的话 就给我补习化学 我要在比赛里拿个好成绩 成绩是柳随的 我毕业已经三十多年 早就把化学忘得一干二净 我转着笔范畴 炎炎又埋头开始学习 厚厚的教科书 被翻得卷起了边 炎炎的嘴唇 隐隐泛着白 我放下手里的笔 拿起水杯进了水房 课间的水房人挤人 打水的同学在聊着天 最新的新闻你看了吗 那个女的真的厉害 五十多岁整容 同时交往五个人 骗了三份彩礼 不是吧 这么炸裂 我无聊地听着 打水的同学讲八卦 忽然听到熟悉的名字 杯子里的热水 溅到了手背上 严重案 就报道着新闻的记者 听说他也是受害人之一呢 话又说回来 这新闻会不会是假的 开什么玩笑 我拧紧杯盖 跑到水池边 冲洗通红的手背 身边的脚步声不断 我的脑子里混沌一片 十年前 炎炎的母亲因为骗财礼 因为数额巨大 被婆家砍死了 当时这则新闻 我是第一记者 因为这则报道 我从实习记者坐进了办公室 当时没有人知道 我也是新闻的受害者之一 一件新闻是偶然 两件相似的新闻 就是复刻了 是假的 都是严重案编出来的 他在造假 我大吼出声 抬头时 身旁已空无一人 只剩下水管的滴答声 我夺不回了教室 炎炎正在 教化学比赛的报名表 他见我进来 脸上绽放出微笑 柳瑞 你怎么打水这么久 我替你也报名了比赛 这样我们就能一起 去实验室 做实验老我脸色惨白 抓住炎炎的那只手 都在发抖 炎炎 化学比赛你不能参加 他会毁了你的天才学霸 参加比赛 获得第一名 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可倘若天才学霸 在比赛时作弊 这才是更为抓马的事 假冒炎炎父亲的人 他为了他的事业 不惜毁了我儿子 谁 六岁 你在说什么傻话 儿子笑得憨厚 他接过我手里的杯子 仰头喝净 然后重新回到座位上 开始学习 他的眼镜滑到了鼻梁上 他匆忙扶正眼镜 又翻开了厚厚的教材书 机械 麻木 没有一点生机 明明正是该绽放的年纪 儿子却枯萎得像夺假花 我夺走了儿子手里的笔 摘到了儿子高度数的眼镜 炎炎 你需要休息 时钟指向六 炎炎低着头 脸色惨白 太眼眶通红 嘴角上扬 柳随 我不像你一样聪明 我要很努力 才能当第一 拿不到第一 我爸就不会满意 我想告诉炎炎 就算他不是第一 我也会满意 我的儿子 永远是我的骄傲 我现在的身份 让我难以开口 我更加恨把我儿子 逼成这样的那个男人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顶替我的身份 我坐在炎炎身边 双手捧着他的脸 把他按进怀里 眼泪滚落 我的胸口湿润 你太累了 需要休息 其他的事 交给我就好 我看着书本上 工整的柳随两个字 男言的情绪 在喉咙间翻滚 我变成了 年轻时候的模样 顶着柳随的身份 那柳随去哪了 柳随 和我儿子的关系 比我现象的要好 儿子几乎无条件信任他 我硬硬感觉到 后背有一道 强烈的目光 在注视着我 我回头看的时候 有空无一人 儿子在我怀里睡着了 我轻轻拍打着他的背 手机屏幕亮了 显示来自爸爸的消息 是里的化学比赛 报名了吗 将近十点 儿子才合上了书本 推醒了睡梦中的我 六随 回家了 我睡眼惺忪地收拾桌面 儿子把包里一罐牛奶 塞进我的手里 我牛奶过敏 给你喝 我一瞬间清醒过来 每次睡前 我都会给儿子 准备热牛奶 给儿子补充营养 儿子说过好几次不想喝 我都以为是他在闹脾气 博去我的关心 我愧疚地 接过儿子手里的牛奶 妍妍张了张嘴 犹豫地缓缓出声 柳随 这次化学比赛 你可以不参加吗 我几乎没有犹豫 好 眼看妍妍的眼眶又要红了 我赶忙站起身 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 比赛对你来说 就这么重要 妍妍抿着唇 手心握成了拳 我想让爸爸开心一次 他对我从来没有过好脸色 我只有爸爸一个亲人了 那家里的那个陌生女人是谁 妍妍已经看到了新闻报道吗 我妈妈被我奶奶砍死的 我奶奶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 我早就知道 我现在的妈妈是个骗子 可看到爸爸幸福的样子 我不忍心拆穿她 看着妍妍一脸的坦然 我的心脏被漠然揪紧 你有没有想过 你爸爸早就知道 你现在的妈妈是个骗子 她是一直在搜集证据曝光她 她为了新闻 不惜一切代价 包括你 我抓着妍妍的肩膀 艰难的出声 包括你和你妈妈 妍妍的瞳孔猛地放大 她摇了摇头 挤出一抹笑 不会的 爸爸她只是热爱她的事业 她不会那样做的 我叹了口气 一句我才是你爸爸 耿在了喉间 你家里那个男人 他不是你爸爸 总之 你不能听他的 你相信我 我掏出手机 你存一下我的号码 有时给我打电话 儿子难以置信地点了点头 飞快地跑出了教学楼 我看着教室的门 下午那道炙热的目光 萦绕在我的心田 不管是谁 只要做出伤害炎炎的事情 她就该死 窗外起了风 墙上贴的纸张 开始哗哗作响 白色复印纸 洒满整间教室 我捡起地上的班级花名册 草草地扫了一眼 45个名字 没有一个人叫柳随 也对 我本来就是凭空出现在 这个时空的人 我叹了口气 把地上的白纸整理好 放回了奖桌上 那张成绩单还躺在原地 我鬼使神差地掀起 那张单薄的纸 底下根本没有 炎炎口中的第二眼 化学比赛那天 我送儿子进的考场 炎炎脸色平静地抱了抱我 我担心地摸了摸她的头 你是最棒的 炎炎脸色僵硬地挤出一抹笑 柳随 谢谢你 炎炎的微笑刺痛了我的眼 我阴影感到不安 又不知道从何处破茧 眼睁睁看着儿子进了考场 我坐在阴凉底下 焦急地等待 考试一共两个小时 本应该四点出来的儿子 等到六点也不见人影 我冲进考场寻找儿子 却被告知 比赛早就结束了 我马不停蹄地跑到旧小区 敲开了201的门 你他妈的把我儿子整哪去了 假言重案眼神躲闪 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都说了是你儿子 我怎么会知道你儿子在哪 我一把拉开防盗门 拳头狠狠砸在男人脸上 别给我装 你想让我儿子 成为你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你做梦去把鲜血 从男人鼻子里喷涌 他开始疯狂地大笑 你儿子 你有儿子骂你 那是我儿子大雨倾盆而下 我在楼道里整整守了三天 也没见到儿子的影子 化学比赛出成绩的那天 我接到了儿子打来的电话 柳随 你知道了吗 我考了第一名电话里 儿子声音颤抖 我还是听到了他尽力忍耐着的哭腔 你在哪 我去找你 我慌忙走到报刊亭前 今天的报纸头条 赫然是天才少年第一名作弊 柳随 有人发消息 约我去河边 我想 我要给我爸爸送一个大新闻 这样 他会开心地把炎炎 你别去河边 你会死的 听话 他不是你爸爸 我才是你爸爸 他不爱你 我爱你 你这样做 根本不值得我撕心裂肺地喊着儿子的名字 却见严重案匆匆跑下了楼梯 叫了一辆计程车 我忙不迭跟了上去 抓住了严重案的胳膊 手却静止穿过了他的身体 我心跳得飞快 难道 我要离开了吗 可我还没有救回我儿子 严严 别做傻事 电话嘟得一声挂断了 我钻进严重案的车里 跟着他去了河边 严重案嘴角是憋不住地笑 我看向他亮着的手机屏幕 才发现 是严严发来的消息 爸爸 来河边接我 我送你一个更大的新闻 爸爸 你真的爱我吗 我爱你啊儿子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 我努力工作升职 都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想替严重案回复儿子的消息 却见严重案在看到微信消息时 脸上涌起嘲讽的笑 他切掉微信 打了一个电话 喂 小吴啊 去临水河边 有大新闻 别忘了拿摄像机 我看着这个顶着我的脸的男人 恶心的嘴脸 恨不得把他无码分尸 傻儿子 以为这样就能得到这个虚伪男人的爱 我慢慢变得透明 不祥的征兆笼罩着我的心脏 车开到了临水河边 没等门完全打开 严重案就急不可耐地跳下了车 来人啊 有人溺水了 我跟在严重案身后 小吴已经在这里了 严重案一把读过摄像机 对准河岸边的路人 请问 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着急地想要推严重案一把 却穿过他的身子跌进了水里 河水冰冷 有人在和中心挣扎 严严我拨开河水 朝着严严游了过去 严严眼眼神冰冷 他依依不舍地盯着岸上 拿着摄像机采访路人的严重案 口中轻轻呢喃着 爸爸就我警惕声响起 严严放弃了挣扎 双手停止了摆动 儿子 儿子 我死命拉着严严的衣袖 严严纹丝不动 逐渐沉浸河底 案上的严重案 对着柳如烟架起摄像机 我绝望地摊开双手 跟着儿子一起下沉 目光间 柳如烟看着平静的湖面 眼底悄然划过一滴眼泪 三天后 少年舍命就白眼狼的新闻 有了反转 柳如烟眼含热泪地 对着镜头哭泣 我原本以为 这只是颜艳和我们 一起演的一场戏 她想知道她爸爸爱不爱她 我没想到 颜艳明明会游泳 却放弃了挣扎 那柳随呢 颜艳说 她有个好朋友 叫柳随摄像机 对着柳如烟惨白的脸 柳如烟掏出了手机 手机里的视频里 空无一人的教室里 只有颜艳在自言自语 儿子 他不是你爸爸 只有我最爱你 颜艳转过身 坐在了椅子上 摘掉了眼镜 脸朝向门口的镜头 柳随 谢谢你全文完